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東京入冬之後就是聖誕燈飾的季節了 路上到處可見浪漫的點燈 非常有年底過節的氣氛 本支影片鮑勃整理了東京十個最有名的燈飾 其中七個是免費的 另外三個需要付入場費才可以觀賞 這部片取材的時間為2022年的年底 但每一年的東京各個區域的燈飾都不會有太巨大的變化 雖然過了一兩年應該看起來是差不多 如果你是明年年底才要來東京的人 這部影片應該可以幫到你 我們廢話不多說,就來欣賞美麗的燈飾吧 東京車站附近的丸之內燈飾已經舉辦21屆了 只是鮑勃全東京最喜歡的燈飾 每年點燈的時候起碼會拜訪個五六次 在這條長1.2公里 連接遊樂釘到大手釘的350顆路樹 掛上了120萬顆LED燈 路上有一大部分區域在12月的時候 會變成步行者天國 你可以直接在馬路上悠閒散步 路上也有不少藝術品 互動設施,還有椅子可以休憩 一種聖誕市集的感覺 另外周邊的301號美術館 玩之內大廈 一起来 也都有自己的聖誕燈飾 大家也千萬不要錯過 東京中城的聖誕燈飾 簡單來說就是把東京中城這棟大樓的許多設施 找到聖誕藝術品 比方說庭園的Christmas Story Light 今年就是往非贊助的大型燈光秀 像是一個開放式的劇場一樣 Party Pauper Tree 是一個劇情的聖誕樹 Promenade of Light 把路樹變成金色的大道 從11月中到2月底 也可以使用東京中城的溜冰場 邊看燈飾邊溜冰 最想到多浪漫啊 東京中城走到大概10分鐘 就可以到達了六本木星城 就是那個藍色的燈飾 搭配東京鐵塔的那個斜坡 現場看真的很美 這個區域把400公尺長的橘板 填上了藍色跟白色的燈泡 有種夢幻的感覺 大樓下面的毛利庭園也有燈飾 今年跟阿凡達合作 所以庭院內使用的藍白、綠三種顏色 有種神秘的感覺 另外大樓內 West Walk的 Reflective Tree 以及室外66 Plaza 跟Cartier合作的聖誕樹 也不能錯過 表參到的燈飾 應該可以說是simple is best 沒有燈光秀 也沒有多彩多姿的聖誕樹 簡簡單單的把150棵行道樹 點上香檳精的顏色 利用道路兩旁的精品旗艦墊 襯托出行道樹的高貴感 大家也可以走到附近的東極Plaza 六樓星巴克的位置也有一些燈飾 可以讓走累的腿稍微休憩一下 剛剛看完高貴香檳精的燈飾 我們來看看神秘夢幻全藍色的燈飾 金字洞庫把色谷公園通 遺落到代代目公園的橘樹 掛上藍色的燈飾 總共有60萬個燈泡 這裡的樹很高很密集 所以點燈起來就真的像一個藍色的洞窟一樣 主辦單位在地上鋪一個可以反光的墊子 看起來就像一條藍色的小盒一樣 走到底還有很可愛的小小燈光秀喔 灰比獸的燈飾像是一個巨大的歐洲貴族派對一樣 這個派對的重點就是那場世界最大的Baccarat吊燈 然後走到吊燈之前的那條路 就像是迎接你前往派對的星光大道 吊燈後面就是那樣日本最知名的法國料理侯不雄 雖然吃不喜 但讓我神遊過過乾癮也好吧 東京中城日比谷這區的燈飾分成了幾個區域 Hibia Area Illumination 將幾棵行道樹打上了浪漫的顏色 Hibia Winter Square在廣場放置了大大小小的聖誕樹 也將後方的樓梯加上燈飾 六樓可以看到夜景的Park View Winter Garden 點上了藍白兩色 看起來像美麗的星空 兩旁也有座位讓大家休憩 距離新宿約半小時電車車程的獨賣樂園 2022年有為期150天的燈飾 將整個遊樂園都打上了燈光 園區很大所以很難把所有的區域全部介紹一次 有機會再推出另外一部影片講解 由於園區不小 要走一圈大概需要一個小時 但真的非常的值得 鮑勃推薦水舞秀 看起來氣勢磅礡 也可以多花個800塊日圓 乘坐高100公尺 約11分鐘的摩天輪 直接從高處觀賞燈飾 很美 獨賣樂園旁的Hanabiyori 也算是獨賣樂園的一部分 只不過入場要額外購買入場券 這裡的燈飾是日本風格的竹子點燈 有1000顆竹子挖洞之後 加上燈泡點燈 非常的典雅 入園處的竹燈籠 跟山丘頂部的直傘也很漂亮 這裡的燈光雖然沒有很亮 但這種暗暗的神秘感 包補也喜歡 看完燈飾不要忘了來這家花園星巴克 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位於品川區的大景競馬場 也有很棒的燈飾 整個園區點上了800萬顆LED燈 非常豪華 Twinkle Area有種夢幻的感覺 使用了乾冰跟雷射以及燈光的效果 有種置身於奇幻小說內場景的感覺 日式點燈區也十分有特色 比方說櫻花大道 每個燈泡都是一朵櫻花 日本田園的風景一道田為主題 讓人回到農業時代 藤棚神秘又充滿美感 還有象徵青澈河水的點燈也有夠浪漫 那以上就是十個燈飾的介紹囉 我是鮑勃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